大家好,欢迎收看一个飞赞,为你带来的熊猫的游戏风银在一起的实况 对战解说,这场比赛为一辈的小小,就是为老肖 看一下中方精彩的决,两辈三问学时色,抢三比赛,首发李梅对着微卜 OK,看一下啊,对手 好,小伙老肖开局找到机会,Mix超差一套带骚,没有任何问题 那看下一回,行,没带走,可以的 看一下小小这手李梅,应该是先不及什么风浪了啊 直接带走 哎哟,这两位高手又开始三问对决了啊 你就看一下中方,对吧,具体能随机到什么样的角色 这还是很看运气的啊 看一下EP的麦卓,活动走 但是老肖这手找到机会就想给你小跳C的正义者啊 非常疯狂 这小肖肯定得,对吧,逆着来,对吧 不能让你得逞,但是这手好像会老肖的拉后 这次到EP的能量闪生,完美预怕 但这手连段值五,这,行 这说谁,谁不死,夸谁谁断连,这谁受得了 什么情况啊,兄弟们 哎呦,好怪哦 好怪哦,再说一次 可以的 看一下小小这边就有一个周末 哎,哎呦,刚才这个下C为什么没血反啊 可惜了 高达D 比如说魔一直在通过跳攻击找机会 我觉得有点难 应该是要被穿三了 你看 一套带走,没有任何问题啊 这总不可能失误了,对吧 漂亮 比分零比,那看下一局 老肖还是一如既往 这手微仆 玩的是真六 看一下小小这边 呦呦,这局有个大猪 有个赛斯,有个雷之夏尔米 呃,一般啊,真的一般 尤其是赛斯啊 如果放在17版 还好,对吧 战士放这个版本里真的就一般 看一下,大门 大门打他猪 呃,确实不好打 你看,对吧 即使是大猪这个角色 也有角色不好打他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即使你再不行 对吧 看另一个人比你更不行 啊,要积极一点 对吧 可以的 看一下这条大门 确实不好打啊 这大猪 千古难题 我觉得不赌啊 是不太可能的啊 只能赌一下 漂亮,天地凡 这只裸AB赌的不错 这,哎,可惜 没震成 这是概率问题啊 大猪 好,战CD转锤 很难受 那看下一回合 所以做人要有自信啊 你很棒啊 你很棒 给你自己点个赞 兄弟们 正能量啊 哈哈 看一下,哦有漂亮 就是蹲死倒地 前向一条耐斗 行上一步逆向中断 直接带走 当然了 也不能大意 对吧 不能狂妄自负 不然就像这样啊 最后人比你强 没错 正能量了兄弟们 今天感觉有点 对吧 有点稀奇怪怪的 很开心啊 莫名其妙的很开心 没有发生什么事 对吧 这手前前中腿确凡 黄友动作 连续循环 反片再则 好,送上位Z头 这下没拆掉 很正常 对吧 哎,这颗CD要还血吧 What the 老肖你在做什么 老肖你在干什么 乖起来了 起 这手 呃,象征欲上还血吧 这就是创杀之夜队 好事成双 看一下老肖这边 好的 看谁摇得过谁 这个拼手术了 啊,小小这手单身多少年的手术啊 真是不白给 啊,不白给 看一下 老肖这边最后一个手机 叫罗伯特 哎哟,这手重要角 哎,打正落力 好,抄杀接罗 这无规则 好吧,竟然是无规则啊 怪不得 而且他相杀血传 反而形成的有力回真 下一单点形成的结续连断 带走 一分一比一吃平 那看下一局 可以的 这两边打的节目效果拉满啊 首先是小小这边一个CD反击 啊,然后少小直接一个mix大射体 啊,我都看傻了 没有这么缓写的吧 哈哈 看来是彻底变成无规则了 对的 超杀BC 哎呀,老鲁 这边无规则是很强的哟 超杀直接对空 我让你跳 走 但这个版本呢 超杀的伤害被削了啊 尤其是老鲁 哎,居然压发可以 这都能缺反 行 凯撒波狂红 哎呦,这种隐藏过波 可以很帅气用那手无敌针 怎么说 哎呦,这老鲁 这老鲁失误了啊,失误了 很明显 看一下 哎呦,直升楼 哎呦,这猜忍着没法缺反可还行 这收招也太快了啊 哎,老鲁 风冲发波 好的,占一点乱动 这种AP战身肯定是不行 那看下一回合 看一下老鲁这手库拉 库拉还是那句话啊 跟赛斯差不多 这把在17版很强 在这个风云再起呢 肯定没有老鲁猛 一下波 黄红大波 这手AP产生预判的不错 但是他没有点中 没有破防 漂亮 颜值下心脚点中乱动 那看下一回合 看一下小小这边 二发出场的角色 两方来到同一期跑线 看一下这手西加射 为好家伙开局炮拳 可以的 不跟你 三去二十一 不由分说 先怼一圈再说 等一下老鲁这手库拉好 再炮拳 进夫进夫 全场欢呼 再炮拳 把三二三四再来一次 三拳直接怼死 那看一下老鲁这边 Andy 还炮拳对抗 但这下没有对成 老鲁是先大赢一下 等一下 小鲁想二则 但是反而给EP冲出板边 强开BC 但是下盘没有点装 小小这边随时会出炮拳 所以说老鲁也不敢轻易地 闲跳 没错 挑递抢空 安全跳 漂亮 哇 又一个炮拳 哇 老鲁真中了 再炮拳确凡 但是没带走 以四血 好 下C相杀 比分二比一 我的天 这一句小小 我今天这炮拳太准了 这老鲁都能中 对吧 真的是 心有灵犀 看下这一局 老鲁对八神 这裁剑者 单点确认 无所谓 对吧 单点直接超杀 其实打不中呢 你也不可能确凡我 但接下来裁剑者呢 八神女是可以确凡的 八神的八神女还是比较快 看一下 对波少年 AP闪生 可惜战C没有确认 一颗CD交出来 好的 这手AP闪生 战C直接反应过来 八神女拆滑 不死也得死 可以的 老鲁这手八神 打得很冷静 这局没有莫名其妙的高跳 给对手超杀对空 或者凯萨波的机会 非常的冷静 谨慎 你花三十插和 对此EP的战C 下重的相开BC 右臂想择中断吗 这是 这个六臂中断 没看懂啊 EP这波BC 反之 看一下 提出的是该打蛇地 但是没收掉 追波少年 看这八神如何反之 好吧 连续的插波 没跳地过波 那看下一回合 看一下老骁这边 七架射 看能否以笔制到 环师笔身 炮拳在等你了 没错 炮拳 我就知道 以老骁这个脾气 那肯定是要以笔制到 环师笔身的炮拳直接堆死 不好意思啊 对吧 也该我的吧 众所周知 对吧 拳皇是一个规格式游戏 看一下这边 大尔夫 对吧 针尖对麦芒 OK 这局首发 K'对雷之夏尔米 开局 小C争逆则 帮他们 这首感觉老少 你看我就知道 这首暗黑雷光拳 又来了 半局炮拳 这局暗黑雷光拳 帮队 对吧 可以带着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哎呦 暗黑雷光拳 哎呦 缺反不了可太难受了 怎么办 再让这首 隐藏直接堆吧 哎呦 没有就隐藏 可能是手里资源不够 再则 暗黑雷光拳 好的 原地是高跳中腿 暗黑雷光拳 天呐 原来这才是 无规则的终极状态 可以的 看一下小小这只猴子 哦 战CD摸响 老少这只虾米很强 好嘞 这只拉后 又是对次到EP的能量闪身 逆向防腾文 暗黑雷光拳 好 这回还真缺反不了 好吧 但我没说 但是被连段失误 隐藏直接裸 好吧 小小也是 对吧 你也够了啊 对吧 你一直裸 那算怎么回事啊 看一下老少这边 耳发舒逞的 反其量 好生龙 这只厚厚生龙 很帅气 看小小这只猴子怎么说 又会秀隐藏了 生龙对空 不给进攻 不给择 猴子估计又裸隐藏了 好杂活 不给机会 直接压起身 很强势啊 看一下小小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的夏尔米 看这只夏尔米 能否像老啸一样 对吧 不急 原地是高跳中腿 不给进攻 不给压制 让这只反其当这个生龙 太邪性了啊 好杂活 指定头刷杀 无敌瞻 躲开RP的夏星角 并且反判定 很帅 不吸 后跳中队提前跳 老啸这边又可以秀隐藏了 天地霸王拳 哎 好 这种 哇 这个指定头怎么吸到的呀 刚才老啸明显是夏星角点的对手啊 哇 这怎么没吸吗 可以的 老啸这很难受啊 这下血真的能吸啊 各种的跳地 跳CD 站CD 大门又对难受 天地反掉飞 正吗 不振 压制 来 跳地 下一3C 开BC下一没有加上地狱极乐落 但是没关系 哦 又好家伙 这种蓝之神 还是对此到EP的战C 直接带走 带来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老啸太猛了